第一篇是来自于Euronews的报导 上面说一名美国的记者声称他星期一的时候 因为试图穿着LGBTQ的彩虹旗的衣服 进入位于Katar,卡塔尔世界杯足球会的会场 当地是个伊斯兰教国家 同性恋的行为是违法的 这个人的名字叫做Grant Hill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推文 他说刚刚才发生 安全人员拒绝让我进入美国对于威尔士的比赛现场 说你必须换掉衣服 你这件衣服不被会场允许 然后他说他被架走 然后他被关押了半个小时 就是他下面的那个留言之后 之后他说主办单位跟他说抱歉 然后让他进入了会场 我们常常看到这种左派刻意冲撞体制的脑残行为 我们之前报道过 美国的足球打算穿着支持LGBTQ彩虹旗的衣服 参与世界杯 结果他们也没有穿 因为在当地是违法的 然后现在一堆西方国家在那边闹 说什么没有人权 我记得台湾那时候有运动会 然后也有学生冲上去抢掉国旗 然后升上LGBTQ的旗子 说穿了就只是不想上课而已 那这些西方的左派或者是左派的走狗 常常搞类似这个样子的事情 这表示他们最常说的尊重所有的文化 爱就是爱 全部都是在唬烂 全部都是在骗人的 因为随便你要怎么说 但是那里是Katar 那个是他们的国家 他们国家有他们自己的文化 不是一个西方国家 也不是一个白人国家 他们爱他们的国家 希望他们的国家更兴旺 然后现在来了一堆白人 跟这位Grant Hill一样 跑到别人的国家说 我不尊重你的文化 我不尊重你的信仰 我不尊重你的法律 我在你的国家 还是要做我想做的事情 我来告诉你 你的国家要怎么运行 你根本就是个屁 因为我是个西方来的白人 我来这边告诉你什么是自由 什么是品德高尚 我才是道德的泉源 这个不就是我们最憎恨的殖民主义吗 这个就不是我们最讨厌西方的侵略吗 过去这二三十年 我们发现只有左派在搞这样子的东西 但是同时他们又在那边说 自己多多元 反对文化压迫 要创造多元社会 但是不知道他们不接受其他人的文化 就不可能是一个多元文化 你不可能说我爱所有的文化 我尊重所有的文化 但是那些我不喜欢的文化就不可以存在 只有我接受的文化才可以存在 然后反对我的人就是在反多元 如果这是你在说的话 那就表示你不接受多元 因为你不尊重其他人的文化 就跟很多人在那边说什么 我尊重言论自由 但是只要我反对的言论就是仇恨言论 那就表示你根本就不尊重言论自由 你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言论自由 那当地人当然也有回应 例如像这位卡塔尔人他回答说 身为一位卡塔尔人 我为了这件事感到骄傲 我不知道这些西方人是什么时候才会了解 他们的价值观不是绝对的 世界上有其他的文化跟其他的价值观 都必须要平等的被对待跟尊重 不要忘记了西方不是人类的发言人 以前的西方国家跟现在的西方国家 是差的非常多的 左派没有读过任何历史 或者是只有读过中共的历史的人会告诉你说 几千年以来西方国家的奴役制度 火烧圆明园 八国联军清华之类的东西 他们不知道的是全世界都有奴役制度 八国联军清华一开始是义和团在那边乱杀人 杀西方的传教士 杀中国人 只因为他们是基督徒 然后西方国家要求中国负责 结果慈禧太后直接跟八国宣战 圆明园是被一堆中国人洗劫一空的 西方国家到了美洲大陆 看到的是活人献祭 把人拉上金字塔 挖出还在跳的心脏 然后砍头 西方国家当时喝止了很多暴力的政权 但是现在的西方国家 的确是对于正直正义跟道德 没有任何一点关系 现在的我们没有资格去指责任何人 我们没有资格在那边说 你看这些卡塔尔人多恶心 一点都不尊重人权 我们没有资格讨论人权 我们没有资格高高在上的道德指控 因为我们的社会变得如此没有道德 我们放弃了道德 美国放弃了道德 听起来很悲惨 但是是事实 我们活在一个国家 屠杀了6000万的婴儿 这个数字跟中国文革时候一样多 文革的时候有的说死了6000万 有的说死了7500万 不管数字是什么 里面或许有很多是坏人 但是我们杀了6000万人 是绝对没有犯过罪 绝对没有做错事的人 不只是这个样子 我们还阉割我们的小孩 美国在阉割我们的小孩 promote阉割我们的小孩 从小就洗脑他们 然后他们不知道他们自己是男的还是女的 我们庆祝邪恶 爱戴罪 这就是我们美国这几年在搞的东西 然后我们派出我们左派的人 到处去指控别人说 他们应该要活得跟我们一样 说真的 其他的国家真的不是把我们当成一堆神经病 一堆怪人 我们的文化输出不再是圣经的价值观 不再是正义 不再是正直 不再是科技 不是学术能力 而是一堆变态 恋童癖 又胖又懒 又自大又自满 充满色情的国家 哪个国家看到现在的美国 还会觉得说 嗯 我想要变得跟他们一样 除了像台湾这种 没有自我认知的文化的国家 你们的国家 他们会认为说 美国耶 你们的国家认为 男人会怀孕生小孩 你们的国家在阉割小男孩 然后告诉他们 他们其实是小女孩 谁会想要变成像我们 这个样子的国家 我在网上看到一个 从非洲来的大叔 他在非洲的时候 看到从美国 到他们当地的传教士 他觉得美国实在太棒了 耶稣是一个赐给我们自由的神 然后后来他来到美国 去了三番市旅游之后 他说他简直同情美国 我们就像一群困惑的孩子 他说他要帮美国祷告 他在影片里面说 他不知道为什么 这么多宣教士 就是来非洲建立学校 当美国的学校 变成这个样子的时候 他在里面问 美国的教会到底在干嘛 对 我们到底在干嘛 这些都是我们每个 美国人都应该要思考的东西 为什么我们会在国际上 变成一个笑柄 为什么我们在 别人的文化里面是个玩笑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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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